这么一个新闻 我看了之后是既惊讶又害怕 寒潮来袭 不少地方都降温了 福建的李先生接连几天 出现头疼 恶心欲吐 头昏不适 开始他以为是感冒引起的胃肠炎 连续吃了三天药后 情况并没有好转 直到出现眼睛疼痛 才转诊到眼科医院 最后确诊为清光眼 天冷还能造成清光眼吗 咱这眼睛也太不扛动了 冬季确实是清光眼的高发季节 我们每年冬季都会接着 很多这样的清光眼发作的病人 为什么会冻出清光眼呢 清光眼不是冻出来的 主要是过低的一个气温的一个刺激 然后导致有清光眼素质的那些人 体内胶外神经兴奋以后 瞳孔散大了 大家想让瞳孔散大 瞳孔周边就是红膜 它就堆积 就把那个防角那个门给堵上了 堵上以后 打不开以后 这个水排不出去了 就会导致这种压的急剧升高 是这个原理 清光眼素质是什么 素质也叫清光眼的体质 它是跟人的解剖机制有关的 就是小眼球 短眼轴 前方浅 房角窄 就像我们一个房子一样 里面东西各样家具都存在 但你屋子太小了 它显得特别拥挤 就把门那地方挤得开口小了 一旦堵死就急性发作了 除了这两个诱因之外 还有别的因素能够诱发吗 情绪的激动 着急上火也是优因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如果在黑暗的环境中 待的时间过长 这也是一个得情光眼的优因 还有一种情况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不都是高发那种过敏性急门炎 炎也特别痒 这样上医院 它就给你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 叫激素类的炎药水 这样的病人 它回去以后觉得我特别有效 所以它就种点种点的 就叫长期的用激素 皮脂肋骨群激素性的炎药水 以前我还碰着一个例子 十来年前 这个真实例子 一个刑警学院的一个小姑娘 她就是在她当地家里头 因为当兵都要做精神手术 家里做了精神手术 然后就医生开了药了 就回到沈阳上学 半年她也没体检 就天天地在家里上激素颜药水 等到我们医院来以后 就发现什么了 有一只眼就都已经失明了 对 它就是引起了长期用激素 引起了激素性清光眼 导致了一个发现的有比较晚 就失明了 所以说我就建议 我大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不要长期的 自行的使用 一定要在医生的一个监督下 我们可以用上以后 定期上医院测眼压 如果眼压没有问题的话 那